我出生的时候,国家还倡导只能生一个,爸妈见是个女孩,商量着怎么把我悄悄闷死,一个丫头骗子,不能断了我们刘家的根脉,爸爸看着我,就像是在看个仇人。 我妈不肯让我吃母乳,怕耽误她尽早地怀下一胎,还和奶奶商量着把我埋在哪里不容易被人发现。 当天下午,我爸在工地上出事断了腿,家里要出一大笔医疗费,否则她就会终身残疾。 听到这个消息,我妈把还在强宝中的我掐得全身轻子,还毫不留情地在我脸上扇了两巴掌。 我还没长硬的头骨,立马被她扇得凹下去一大块。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头都是扁的,医生说很可能以后都挣不过来了。 你个扫把星,一出生就给家里带来灾祸。 死丫头骗子,见命一条,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在那挖挖地哭着。 可越哭,我妈下手越狠,嘴里不停地骂着让我这个赔钱货闭嘴。 在旁边的奶奶,已经拿过来了个麻袋,准备把我套进去,扔村后的山里。 隔壁阿姨难产,孩子死了,而且以后可能也无法再生育了。 看到这一幕,不忍心,就拖着虚弱的身体,把我从妈妈怀里抢过来,说她来养。 这么好的娃娃,你们是怎么下手这么狠的,她身体孱弱,但抱着我的手却十分的有力。 刚出生的我,隔着薄薄的布料,第一次感受到被人抱在怀里的温暖,竟然不哭了。 这可是我的娃,十月怀胎生出来的,你要养,得拿钱。 营养费,住院费,医药费,都得你出,三千块。 这死丫头,就给你,那个年代万元户都少,三千块,算得上天价了。 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 三千块,行。 我出,阿姨从抱上我,就好像不愿意撒手了似的,咬着牙,同意了这笔交易。 后来我亲妈找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算命,人家说我是个扫把星,谁沾上,谁倒霉。 更是欣喜当时当机立断地把我甩了出去,还用那三千块钱给我爸治了腿。 另外剩下的钱,还支撑我亲妈做了笔小生意。 再把我卖出去没俩月,她就又怀了一胎。 第二年直接生了个大胖小子,和家欢乐,连我亲生父亲的生意都跟着好了起来。 后来直接搬去了镇里,成了村里人都羡慕的大户人家。 我的亲弟弟,被我的亲生爸妈,连同爷爷奶奶都捧上了天,说他是来报恩的福星。 每到他们说弟弟福星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句我这个扫把星。 慢慢地,村里村外,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我是个扫把星。 刚出生就刻得自己的亲生父亲断了腿。 而执意要收养我的阿姨,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还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鼓骂。 说脑子不好使有好日子不过上赶着把灾星请回家。 那三千块钱是他结婚带过去的所有嫁妆,和这两年攒下来的所有积蓄。 在拿出去那三千块钱后,阿姨和她丈夫离婚是净身出户的,就连娘家人都不理解她,和她断绝了来往。 她一个人带着我,回到乡下的一处废弃已久的小院子里。 这更成了村里人说闲话的资本。 说我这个小灾星,被养母收养后就刻得养母离异离家,甚至刻得养母和她父母反目成仇。 从小,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村里小孩见了我就扔石头,就连村头的傻子都能对着我吐口水,骂上一句扫把星。 可我的养母却待我视如己出,当作长上明珠一样的疼爱。 我的头,最终没有扁,长大后扎遍子头又圆又正。 就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 哪有什么奇迹。 寒冬腊月里,我妈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用手拖着我的小脑袋, 慢慢给我把还没长定型的头骨给矫正了过来。 我妈月子里就没人照顾,奶水也不多。 她找村里生过两个孩子的婶子学按摩手法,硬生生地把奶给催下来的。 我喝上第一口奶的时候,我妈笑得都快哭了,吃了吃了,吃了就能活了。 后来,她在月子里,就一边给人做针线活谋生,一边把我奶大的。 月子没做好。 她眼睛也不怎么好。 村里人又开始传是我刻的我养母眼睛要瞎了。 可这一次她听到了,插着腰,直接把人骂了回去。 我的娃我养着,吃你家大米了吗? 妈妈的村子里说闲话的人少了,可和我们娘俩亲近的人也不多了。 我从小就和偏要和这命运对着干似的,稀薄的奶水不够,家里又没钱,妈妈只能给我用玉米面糊糊凑合。 但长到了两岁,我都一点病,没生过。 胖乎乎的,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都要壮,长得也高。 等我两岁一到,妈妈给我断了奶。 又用攒了的一些钱,买了个坐糖葫芦的小推车,走街串巷的,开始卖糖葫芦。 我们的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小推车下面放了一床被子,一个枕头,还有一个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小布娃娃。 那个小推车,还有带着糖葫芦的锅底,就是我所有的童年。 我妈经常抱着我说,妈,从来都不后悔当时要了你,你就是妈妈生命中最闪亮的那颗星。 由于村子里说闲话的人多,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甚至觉得是自己毁了我妈原本的大好人生。 所以,我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孝敬我妈。 在我四岁这年,镇子上出了个大事。 我妈的前夫,也就是原本要做我养父的那个人,杀人了。 杀的是他后来娶的媳妇。 听我妈说, 那男人和我妈离婚后,没多久就又娶了一个。 一开始,两人过得也挺好,直到后来,那新媳妇生了个丫头骗子。 那男人和他爸妈就开始对那女人又是打又是骂的,还把他那孩子给卖给了人贩子。 然后,那媳妇就疯了,由于没有娘家人撑腰,她被两天一顿小打,三天一顿大打,还给拴在猪圈里吃猪食。 后来,有次那男人喝了酒手下没轻重,直接把人给打死了。 警察来抓人的时候,我妈领着我,就在镇上的队伍里看着。 我感觉她的手越钻越紧,甚至上面有汗水,又滑又热。 后来,她急匆匆地带我回了家,一进门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男男,你根本不是什么扫把星,你就是妈的福星啊。 原来,当时我妈难产,生下来的也是个闺女,只是一生下来,孩子就死了。 当时,她就觉得原本对自己还不错的老公和公婆,看她的眼神不一样了, 还说她生了个死丫头骗子晦气之类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妈一个刚生产过的孕妇,能从隔壁屋子走过来,却没有人管。 那家人,从看到她生了闺女,还一生下来,就没了气,就不把她当人看了。 后来领养了我,和那家闹掰了,村子里的闲话也是那家人传出去的。 这些年,我妈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却不想去管前夫家的事情。 如今一看,她可是逃过了一劫呀。 男男,要不是你,现在死的,可能就是你妈我呀。 男男是我妈,给我取的名字,大名叫周男男。 这俩字在我们当地土话里,是宝贝的意思。 从小我妈就说,我就是她最大的宝贝。 六岁这年,我妈第一次带我进城,说是我舅舅结婚。 从领养了我,我妈就没再和娘家人有过联系。 这次舅舅结婚给我妈,递了一张请柬,让她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还给我不停地夸赞着舅舅,说舅舅是个出席人,考上了大学。 在城里有了工作,还找了个漂亮的舅妈。 男男,你看妈穿这个好看吗? 她为这个专门买了新衣服,站在镜子前左右看了半天。 我从来没见过我妈穿裙子。 此刻,看她穿着藕粉色的连衣裙,站在镜子前神采飞扬的样子, 才想起来,她才二十多岁的年纪呀。 这天,我们收拾好了,在村上的小面馆里吃饭,准备去城里参加婚礼。 却没想刚进门,就被人一口唾沫吐到了斜面上。 我妈眉头立马猝了起来,一看正是村子里喜欢说闲话的李大姐。 李大姐也是我亲爸那边的亲戚,封建迷信得很。 平时在村里没少说我的坏话。 和你这闺女一起吃饭,我可不敢。 李大姐话虽这么说,却没有一点想要挪屁股的意思。 我妈立马骂了回去,等面上来了。 这俩人才算是被人给拉开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闻着面里的葱花味,我总想吐。 但我不想给妈妈惹麻烦,就一直忍着。 可一阵风吹来,那味道钻进鼻孔里,再也忍不住。 用力地捂着嘴,但还是没忍住吐了出来。 哦,屋里的人又开始骂我了,说我恶心人。 李大姐也在旁边煽风点火,哎哟,都吃饭呢,真恶心人。 果然,是个赔钱货的见重。 屋里一共坐着七八个人,其他人全然不顾我的身体状态,也纷纷发出嫌弃的指责。 我妈想要上去和李大姐掐架,却被我拽住了。 我泪眼婆娑地看着她,妈,我还想吐,咱们走吧。 就这样,我们饭都没吃完,就出了门。 店家和李姐熟悉,以我土脏了店面为由,还给我妈要了一笔清洁费。 我紧紧攥着拳头,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个脱油瓶,扫把星。 妈妈突然蹲下来,用手轻轻地抚摸上了我的脸。 男男没事,咱先回家吃饭去。 来,妈妈背着你,可就在我们走出店面没两分钟,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爆炸声。 我和妈妈木认地回过头,看到刚刚还好好的店面,竟然起了火。 煤气罐爆炸了,快去救人啊,立马有人在街上大汗。 可她的话刚落下,又是轰隆一声,房子直接塌了。 火焰中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穿着碎花挂子,拼命伸着手。 往外求救的妇女。 那一刻,她看到了我,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但很快她就被火给卷了回去。 不是别人,正是李大姐。 救援已经来不及,房子没几分钟就给烧成了个空架子。 我们都知道,里面的人恐怕晚了。 我们村子交通不方便,那小餐馆里平常就放着五六个备用煤气罐。 刚刚出门的时候,我和妈妈都感觉到餐厅的门有些坏了。 很难推开,算是断了里面人的逃生通道。 我妈一把抱住我,眼神都有些呆滞。 南南,你真神了呀,如果刚刚不是我难受,非要出来。 现在在葬身火海的,就是我们母女俩了。 全村人都参与救火,哭天枪地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间,我和妈妈也帮着到处找水远远扑了几次火,弄得一身狼狈,身上的裙子都给脏了,头发也乱了。 但我们都没有抱怨,毕竟,我们劫后余生,保住了一条命。 而殿里的人,却永远出不来了,甚至连尸体都叹化找不到。 这在我们农村,算是最悲惨的死法了,坟里都埋不进尸体,只能坐个衣冠中。 这个年代,村里和城里是不通车的。 因为这场事故,原本要去城里的那户人家改了计划。 我和妈妈等了两小时,才有一辆牛车说要出村。 这一路上,我和妈都很沉默。 我只能感觉到妈妈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带着汗,一直在微微颤抖。 到城里后,妈妈先找了个地方,把自己和我的衣服拾夺干净,这才进了酒店。 可酒席已经散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终究是来晚了。 而且如今我们两人的样子,就算都收拾过了,也难免能看到衣衫凌乱灰头土脸。 往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里,一站,就有个服务员走过来,对着我俩挥挥手。 要饭的出去,这里没剩菜,今天是舅舅大喜的日子,我们又来晚了。 妈妈也不想找麻烦,就陪着笑脸问,在这里办婚宴的那家人呢? 我是她姐,亲姐,没想到,那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下我们俩,最后冷笑一声,那可是我们这边中学留校长的女婿,就你这样的还是她姐? 走走走,别胡说八道,我们的衣着明显让服务员误会了。 但我妈也不想错过和舅舅几人见面的机会,耐心解释着,同时伸长了脖子,到处看,想找到自己的娘家人。 没想到,那服务员直接推了我妈一把,是想找刘校长走后门的吧? 别在这里看了。 人家婚宴刚刚都说了,男方是独生子女,根本没有什么姐姐,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我妈愣住了。 但很快她像是明白了似的,牵着我走出了酒店。 路上,我妈哭了,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妈从小就不被她的爸爸妈妈喜欢,她的大名叫周昭蒂,就因为姥姥姥爷生了她之后,还想要个男孩。 妈妈抚摸着我的脑袋,喃喃,投胎成女人苦啊。 但妈妈绝对不会让你重蹈妈妈的覆辙,但妈妈还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父母家人。 我看出了妈妈心里的难过,就指了指旁边的一座矮楼。 妈,可以上那里,那里能看到酒店大门。 这样,姥姥姥爷从酒店里走出来,就能远远看上一眼了。 楠楠真聪明,我们上了矮楼的楼梯,准备从这里看看姥姥一家。 可刚上楼,就见到有个胖乎乎的小姐姐站在楼顶。 脚踩在楼檐上,像是想要跳下去。 妈妈,你看那个人在做什么? 我指着楼顶说道,我妈也是一个机灵,立马把我放下了。 三两步地冲了上去,哆哆嗦嗦地说道, 小丫头,有什么想不开的? 掀下来,这里有风,怪危险的。 小姐姐看起来比我大五六岁,穿着可爱的蓬蓬裙,脸上哭得一脸泪水。 看到我妈过来,她非但没有下来,反而又往旁边退了一步, 看起来只有那么十厘米就要踩空了。 我妈不敢动了,就在旁边轻声细语地问对方怎么回事。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长得胖,今天又穿了喜欢的裙子, 所以暗地里被其他同学嘲笑。 他们都说,我胖。 说我不配穿裙子,说我丑,说我像穿着芭蕾裙的猪。 可我真的很喜欢裙子,小姐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站在楼顶也不怎么稳当,眼看着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我看着小姐姐的样子,突然有些不明白。 我一直都胖乎乎的,妈妈也喜欢给我穿裙子。 为什么别人都夸我可爱,但却说这个小姐姐丑呢? 姐姐很好看,穿裙子比男男都好看,男男也胖,但穿裙子就没姐姐漂亮。 姐姐不要理她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我走过去,就这么静止拽起了小姐姐的手,鼓起勇气说道, 这是我的真心话,所以说出来的时候眼神清澈而认真。 或许因为我是个小孩子,小姐姐对我没有丝毫的防备。 小姐姐快下来,妈妈说过不能站得太高,很危险。 说着,我就把小姐姐从楼的边缘往回拉了拉,就在我把她拽回来的一刹那,她脚下的那块石板,竟然松动了。 一大块石头,直接滚落了下去,看得人汗毛直冒。 我,我刚刚如果没离开,是不是就掉下去了?小姐姐惊慌失措地说道。 后来,妈妈在楼顶上安慰了小姐姐好半天,还指着我的双下巴做例子,小孩子胖点好,这叫健康美。 别人如果骂你,你就骂回去,不能吃气的。 如果你从这里跳下去了,你爸妈的多难受,刚刚你再多站一会。 那楼沿塌了,到时候都晚了呀,小姐姐像是也知道错了,在听到自己爸妈的时候,眼神闪烁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 她紧紧地抱住了我,多亏了这个小妹妹,刚刚吓死我了。 正在这时,下面传来了焦急的呼喊声。 贝贝,贝贝,小姐姐跑了,临走的时候还给我和妈妈倒了血。 这时候,我正好眼见地看到一群人从酒店里出来,就问妈妈那是不是姥姥姥爷他们。 我妈立马站起身,眼睛都亮了起来。 最终,妈妈还是没有勇气上去和姥姥姥爷说句话。 就这么看了一会,准备走了,可没想到刚从楼上下去,准备去对面坐车的时候,却被一个人给拉住了。 刘校长,刚刚有人冒充您女婿的姐姐,你看用不用送派出所呀。 那服务员大声喊着,把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喊了过来。 喊完了之后,她还颇为羡慰地看着人群。 刘校长,你说我这也算是给社会做贡献了吧? 我外甥女退学那时,其中穿着中山装的一对老夫妻看过来,一眼就看到了我妈。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眉毛直接皱了起来。 朝帝,你穿成这样,还带着那个拖油瓶过来,是想给我们周家丢人的吗? 我给你弟说了,你早就和我们周家没关系了。 他结婚也不用找你,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怎么?过得不好,后悔了。 想回来,求我们原谅你,老太太的三连问向是一把刀,我妈的脸瞬间白了。 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舅舅婚礼,这劳两口根本没想请我妈过来。 是舅妈执意写了请柬的。 我们走,这就走,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扔下一句话,转身就走。 我也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 我四岁了,已经懂了些事情,知道我妈和家里关系闹到这么僵权都因为我。 当年,她为了领养,我又离了婚,才和家里断了关系的。 可这时候,突然旁边冲出来一个小小身影,一把拽住了我的袖子。 爸爸妈妈,刚刚就是他们救了我。 而这时候,原本绷着脸的姥姥姥爷,突然患上了一副面孔。 哎哟,这不是陈老板家的贝贝吗? 刚刚跑哪去玩了? 我和妈妈刚刚救的那个小女孩,竟然是城里很厉害的一个老板家的孩子。 厉害到就连我那在城里已经算有头有脸的旧妈家,都要高看一头。 甚至对那位刘校长的学校都有资助。 陈夫人知道是我和妈妈救了她家闺女,紧紧地攥住了我妈的手。 我都听贝贝说了,多亏了你们呢! 当陈夫人拿着一个红彤彤的大砖头作为感谢费, 放到我妈面前的时候,我和妈妈都惊呆了。 陈夫人不需要,真的我妈红着脸,推锯着。 可陈夫人却硬要把这钱塞到我妈手里,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们家贝贝,这一幕,把姥姥姥爷都给看呆了。 就连后来赶到的旧妈一家,都不断地说我和妈妈心善自有福, 让我们收下那笔感谢费。 等我和妈妈回到村里的时候,整个人都觉得轻飘飘的。 怎么进了一趟城,还得了一万块钱呢? 那可是一万块啊! 在那个年代,一万块能做很多事。 有的人一家老小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也不过能赚个千八百的。 娜娜,我们以后都要有好日子过了。 我妈乐呵呵地在我耳边说道, 还计划着这笔钱接下来怎么做笔小生意, 听得我都热血沸腾得,好像, 我们真的要有好日子了。 妈妈不再用推着小车去辛苦地卖糖葫芦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这一万块钱就被人抢走了八千。 抢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亲生爸妈。 原来,他们进城后没两年, 我爸的生意就走了下坡路,还被人坑了一笔钱。 日子本来就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那个被惯坏了的亲弟弟在幼儿园里还打了人, 听说把人家眼睛给戳瞎了。 对方给他们要一大笔赔偿费, 否则就要让他们坐牢。 这地方本来就不大, 昨天在酒店门口发生的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这两人耳朵里。 他们第二天就杀到了村子里, 一早上就把我家门给踹坏了。 指着我妈的鼻子骂, 一个不要脸的, 是我闺女救了陈局长的孩子, 那钱就应该给我们亲生父母。 今天你要不把钱交出来, 我们就把你家砸了, 再把那个小畜生带走卖了, 这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家里也没个撑腰的。 看着这一对我没有任何印象的亲生父母, 我躲在我妈的身后, 泪花一直在眼睛里打转。 有些东西, 我年纪太小并不懂, 可我总觉得, 自己并不想要这样的亲生父母。 我妈牢牢地护着我, 可她们却不停地叫嚣, 要去测DNA, 要去打官私萍萍里。 这时候我才知道, 当年我妈给了钱, 也给我上了户口, 却因为不懂法, 根本没有走领养手续。 最后, 为了花钱消灾, 不让我再被伤害。 我妈拿出来, 里面的八千块, 甩在了我亲生爸妈的脸上, 钱给你, 手续都给我补全了, 以后不准再来纠缠我们家喃喃, 就这样, 那对贪婪的夫妻, 抱着这八千块钱走了, 还在律师事务所和我妈签了一份协议, 补全了手续。 那个年代, 领养手续比较简单, 所以在一出生的三千块钱之后, 我又给我妈赔了八千块。 四岁时候的我就在想, 这笔钱, 我长大后要怎么赚, 才能还给我妈呢? 可我还没想明白的时候, 我妈在第二天, 突然一把抱住了我, 南南, 你知道吗? 出事了呀。 虽然说的是出事了, 但我妈的表情, 却带着几分的解气。 我亲爸, 出车祸了。 这一次撞的, 还是多年前受伤的那条腿, 而且是粉碎性骨折。 当时, 他正拿着那八千块钱, 要去平了他小儿子惹出的事, 没想到路上就给人撞了。 而医生说, 想要治好, 正好需要八千块钱。 我亲爸亲妈再琢磨了一通后, 最后还是把钱给了被我亲弟戳瞎眼的那户人家, 为了保住我弟。 而我亲爸自己, 就活活遭罪了。 听说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屁股上都长了褥窗。 后来, 能下床的时候, 腿也薄了, 走路身子往一边偏, 才三十岁不到, 就看着像是六七十的老头子。 人一旦不能对别人产生价值, 就难免会产生矛盾, 没那么和和气气了。 那些天, 我亲妈没少和我亲爸吵架。 有一次两人半嘴, 被喝醉酒的我亲爸 一巴掌打肿了脑袋, 像个流子, 一直就没消肿。 而我妈, 拿着那两千块钱, 做起了炒货生意。 她手艺好, 肯吃苦, 没多长时间就有了自己的小店。 等我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妈都在城里开了两家 连锁的炒货店了。 城里人一听到周济炒货, 都得竖大拇指, 特别是那唐葫芦啊, 吃着就让人有幸福感。 后来我妈过得富裕了, 也能挺直腰板 和我姥姥她们联系。 两家的走动也多了起来, 甚至都能一起过年了。 我一直觉得 是我妈成了女强人, 让姥姥姥爷她们 高看了我妈一眼。 却没想到那天 我妈给我说, 你姥姥她们愿意和我来往, 还不是看在你和陈家的关系。 你妈心里明白得很, 她们生我养我一场, 我每年给她们送点东西 能说说话, 也算是能让我安了心了。 这世上, 永远还是我们家南南最亲, 我和陈贝贝, 后来成了闺蜜。 虽然俩人相差十岁, 但陈贝贝却特别喜欢跟我玩, 特别喜欢给我买小裙子穿, 还喜欢捏我胖嘟嘟的小脸蛋。 你这小胖脸, 一看就有福, 这是陈贝贝经常喜欢说的话。 可她每次这么说, 我都想到自己一出生就给我妈亏的那一万一千块。 所以, 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 我学习都非常好, 就好像是有一根弦一直绷着, 告诉我自己, 一定得努力学习, 以后赚大钱, 把给妈妈拜的那一万一千块都赚回来, 好好孝敬她。 在我高二这年, 正好十八岁了。 十八岁的我, 身材高挑好看。 明明我亲爸亲妈都不怎么高, 我却长到了一米七二的个头。 青春期也没抱什么痘, 婴儿肥退去后, 五官也愈加得精致。 陈贝贝已经快大学毕业了, 依然喜欢捏我的脸, 但后来捏我脸的时候, 却变成了, 周楠楠, 你这脸是怎么长的? 怎么就这么好看? 陈贝贝是喝水都长胖的体质, 所以到了大学还胖乎乎的。 但她现在已经不和小时候似的, 因为自己的身材而自卑。 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 我和妈妈就搬到了城里。 我和陈贝贝也经常一起玩, 一起写作业。 按照陈夫人的话说是我家那闺女啊, 从和嫩嫩一起玩, 学习都认真了起来, 越来越像个样子了, 可能是我从小就有着要赚一万一千块钱 还我妈的美好信念,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赶我, 让我一直不敢松懈, 连着把陈贝贝都给带紧张了起来。 我高三的时候, 陈贝贝已经大学实习, 他以优异的成绩在H找了一家上市公司, 献上身边一众同学。 同时, 也已经有男生追他了。 他问那男生喜欢自己什么的时候, 那男生竟然说, 贝贝, 你努力和自信的样子特别美, 那个周末, 陈贝贝跑到我学校, 把我叫了出来。 看到我的时候, 一把就把我抱在了怀里。 南南, 谢谢你。 当年, 要不是你和周阿姨拉住我, 这些年, 要不是你带着我一起学习。 我就算没死, 也是个自卑的小胖子, 也是在同一年, 陈贝贝说什么都要给我报名 什么青少年模特大赛。 我一开始是不同意参加的, 可看到金奖的奖金是一万一千块。 我的眼睛瞬间亮了, 高三很忙。 所以, 我偷着在家里练了一周多的模特步, 用我一定要赚到这一万一千块钱的美好信念去参赛了。 在我高考结束, 感觉自己发挥还算稳定的第二天, 我妈接到了赛方打来的电话。 什么? 我闺女去参加青少年模特比赛, 还得了第一名。 奖金有一万一, 我妈笑了, 你这是骗子吧? 高三结束后的暑假, 同班同学都在旅游, 打游戏, 谈恋爱的时候, 我却在拽着我妈跑医院。 这一万一千块钱, 我妈说什么也不要, 说是我自己赚来的, 就该我自己拿着。 可我发现, 这几年我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 当年在月子里做针线活络下的病, 再加上上了点年纪, 她眼睛开始有些未光, 晚上的时候也有点看不清楚。 她平常就大大咧咧的, 没到回事。 我却决定拿着这一万多块钱, 给她治眼睛。 家里已经有两家店, 在城里也有了房子, 但我妈平常却过得十分勤俭。 晚上的时候, 经常坐床上数着一天的收入, 笑得合不拢嘴, 这都是给喃喃存的嫁妆钱。 以至于,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妈去看了几次眼睛, 却没有过坚持治疗。 这一回, 我高考结束了, 一定要给我妈把眼睛看好了。 我强硬地给我妈挂了号, 又坚持带她跑了几次医院。 后来在她一再保证自己会乖乖接受治疗后, 我才算是放了心。 可后来我发现, 我妈竟然主动地天天往医院跑了, 就连平日里当作宝贝的店铺, 都让我帮她看着。 直到有一天, 我见到给她看眼睛的那个好大夫, 竟然送她回家。 我才知道, 我妈她恋爱了。 那时候都结婚早, 我妈嫁给她前夫的时候不过十九岁, 二十岁的时候难产离婚。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 她不过三十八, 只不过这些年辛苦得很, 所以她看起来有些显大。 但这个暑假, 她天天满面春风, 还穿上了多年未穿的长裙子, 在客厅里转起来的时候, 那裙子绽放开来就像是朵梅红色的喇叭花。 喃喃, 妈妈好看吧, 我走过去抱住她, 妈妈最好看了。 那年, 我卡县进入了一所九八五大学, 学的是师范。 我一直记得我妈小时候对我说过的话, 喃喃, 投胎成女人苦啊。 但妈妈绝对不会让你重蹈妈妈的覆辙。 那时候我就想, 等我长大了, 我要去支教, 要走入那些贫困地区, 重男轻女的地方, 言传深教, 将那里的女孩带出来。 每个女孩都值得拥有花一样的灿烂人生。 而不是在出生的时候, 只是因为是个女的就被烙上有罪的名头, 在还是一株嫩芽的时候, 就被狠狠掐死在强宝之中。 同一年, 我妈和好医生领证结婚了。 好医生成了我的继父, 又多了一个人宠我。 第二年刚开春, 我妈竟然怀孕了。 三十九岁的高龄孕妇啊, 我比我妈都要紧张。 只要一放假, 就赶忙回家, 生怕我妈迷迷糊糊地出点什么事。 好医生对我妈很好, 几乎是要把她宠上了天。 或许是因为之前的经历, 我妈多少有点害怕, 好几次都守着我的面, 认真地给我继父说, 我这么大年纪, 可是拼了命地在生娃。 我就两点要求。 一个是, 不管男孩女孩, 你得一视同仁。 第二就是, 我们有了孩子, 你也不能对我们家喃喃不好。 好医生比我妈大三岁, 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笑起来让人觉得很憨厚。 她早年丧妻, 后来没再娶, 也没孩子。 四十多岁了老莱德子, 几乎我妈说什么, 她都会好好好, 看着我妈的眼神, 都快甜出蜜了。 相比之下, 我又听到了一些关于我亲爸亲妈那边的事情。 他们家在城里, 也算是出了名了。 出名的原因是, 他们养出来了一个极品熊孩子。 从小就瞎导弹不说, 十八岁刚到就进了监狱。 具体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太打听, 只知道, 我的亲爸妈愁得, 一夜白了头, 生意也一落千丈。 我妈妈听到这些的时候, 眉毛都皱了起来, 南南, 你说他们家人以前就这么不讲理, 如果过得不好, 在电纪上你怎么办? 我轻轻摸了摸我妈已经聋起来的小腹, 别瞎操心, 好好养胎。 现在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包子了, 都长大成人了, 不怕他们。 而且, 我们还有爸呢, 妈妈一听这个, 脸稍微红了起来。 嗯, 南南说的是呢, 和我妈一样, 我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没什么好感, 也总怕他们出点什么幺蛾子。 尤其是在妈妈的关键时期, 我担心他们这个时候搞事情, 伤害到我妈妈。 大年初一这年, 和家欢乐, 家家团圆。 而我和我妈又在医院里, 因为我妈要生了。 继父紧张得额头冒汗, 嘴里不知道嘟囔着什么医学常识, 急得不停地拽住医院的护士 问着问哪的。 把人家护士都给问笑了。 好主任, 你自己也是医生, 知道生产都得有个过程。 孕妇状态挺稳定的, 别这么急, 这边正说着呢, 我妈那边生了。 那红亮而清脆的哭声在屋里响起。 很快一个医生推门出来, 孕妇生了, 八戒二两, 是个大胖小子, 弟弟很乖, 就像是知道妈妈在如此高龄, 费尽全力才将她生产出来, 所以她要不哭不闹好好地报答妈妈。 小小的一个人, 从小就爱笑, 晚上睡觉, 也老老实实的, 白天除了吃睡不怎么让人操心。 就这样, 妈妈从一个带着脱油瓶的寡妇, 变成了家庭和谐, 老来得子, 儿女双全的别人家的兴奋女人。 我妈经常炫耀式地给孕妇说, 老公, 咱家的这一切, 都托南南的福。 南南她就是个小福星, 从我遇到她, 这话, 她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孕妇每次都温柔地听着, 从来都不嫌我妈唠叨。 后来连看着自家儿子, 都觉得是脱了我的福才有的。 有次她说, 你妈说得没错, 南南就是个福星。 要不是那时候, 南南非要拉着你妈到医院里看眼睛, 我也遇不到她呀, 说这话的时候, 孕妇看我的眼睛都是亮的。 这劳两口, 搞得我经常不好意思, 只能回屋子去看书。 大三这年过年放假, 我坐火车回家。 当时急着回来, 只能买到晚上的票了, 下火车的时候都是半夜两点了。 想着爸妈年纪都大了, 还要照顾刚会走路的弟弟, 我就没告诉他们。 自己一个人拖着简单的行李, 想要打车回去。 可刚出火车站, 我就看到一个人冲着我走过来。 那人走路有点薄, 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的, 让人看了就有些害怕。 我皱着没想躲开, 没想到那人闪电似的冲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南南, 我是你爸呀, 这些年, 我都没有和自己的亲爸亲妈那边联系过。 但我们是比较小, 我舅妈又是个喜欢八卦的人。 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他们的事情。 我那个一出生就被誉为福星的弟弟, 在三岁的时候就戳下了同幼儿园的学生的眼睛, 后来更是一路雄了下去。 学习不好不说, 还喜欢在学校里打架, 炫富。 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让家里给买车。 说是班里的马某都有车了, 可威风了, 虽然长得丑, 但小姑娘都围着他转。 家里不给买, 还苦口婆心地劝他, 说他还没成年呢, 这样做很危险, 让他再等等。 没想到, 他竟然耿着脖子和家里叫嚣, 你们不是从小到大都说我是天降福星吗? 我能和别人一样吗? 那时候对于车辆的管控还没这么严格。 我亲爸还真给他这个宝贝儿子弄了辆车, 结果没两天, 他就开车撞了人。 好巧不巧的, 撞人那天是他十八岁的生日, 他必须自己负刑事责任了。 家里没钱给他私聊, 他蹲了两年大牢, 这才出来。 出来以后, 有手好闲不说, 还整天嚷嚷着让爸妈给他找工作。 可这些年, 这牢两口的家底早就给掏光了, 哪里有钱给他找工作呀? 这才把主意打在了我和我爸妈的身上。 男男, 你看那是你亲弟呀, 你可不能这么绝情。 我们刘家, 就这么一个根脉, 四十多岁的人, 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 身上衣服脏兮兮的, 因为跛脚裤筒还给魔破了。 我轻轻地把他的手从我的身上拽开, 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姓周, 当年他们要掐死我的时候, 我刚出生, 没有记忆。 但村里那些人的话, 却都传到了我的耳里, 就像是一根根刺将我弱小的身体完全刺穿。 我的头差点瘪了。 到我长到四五岁的时候, 我妈还经常担心地掰着我的头看, 生怕落下什么病根, 还带我去检查过几次脑CT。 我知道, 那是我亲妈, 打的。 还有我大腿内侧, 有两个不长的伤疤, 乘两个半月形, 就像是两片指甲的形状。 我知道, 那是我亲妈,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掐的。 后来我四岁时, 他们来家里踹门, 把那八千块钱从我妈手里生生夺走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记忆。 这些年, 我生病他们没管过, 是我妈背着我去村子里看赤脚医生。 我上学他们没筹过, 二年级时, 我有个字不会读, 急哭了。 我妈文化低也不认识, 就这么翻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找, 还不停地安慰我, 喃喃不哭, 有妈妈呢, 他们算什么我的爸妈。 这个男人, 怎么好意思说那是我亲弟? 可是没想到, 我的话刚落下, 这男人竟然突然伸出手,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 你个死丫头骗子,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辆大巴车从后面冲出来, 我被三个男人往车上拽。 这大晚上的, 路上没什么人, 那个年代, 监控很少的。 我想要大声呼喊, 却被那群人用力地捂住了嘴。 我用力地踢踹着, 却被狠狠地扇了两巴掌。 扭过头, 我看到那个 我应该叫亲爸的男人, 正双目赤红地看着我, 老子给了你一条命, 现在到你还的时候了, 我刚刚注意到, 那车是外地车牌。 我突然想到, 最近新闻上说的拐卖妇女的事情。 我听到, 身后拽着我的俩男人说, 这妞真不错, 老刘啊, 我们老大能给你加钱, 男人突然就激动了, 能加三千吗? 突然, 我绝望了。 正在我以为自己要玩了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道充满力量的声音, 谁, 是谁在那儿, 我认出了声音的主人, 用力地挣扎。 终于正脱开了捂住我嘴的手, 大声地喊着, 妈, 救我, 我妈总说, 我是她的福星, 没有我, 她可能早死了, 但其实我妈, 才是我的福星。 我出生的时候, 差点被人掐死, 是她收养了我。 后来, 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 为了我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反目。 二十岁的年纪, 可以在那个年代有勇气离婚, 因为她对我无私的爱, 才一路激励着我学习成长。 即便我出生在一个被收养的单亲家庭, 却从来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甚至没有缺过爱。 我自信漂亮, 敢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也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想要去回馈社会。 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有个好妈妈。 即便她不是我亲生的母亲, 养恩大于天, 生而不养, 才是不负责任, 不如不生。 后来就我妈说, 她那天在家里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这几天 新闻上看到的拐卖妇女的报道。 我就想, 我家男男那么好看, 十八岁就能得模特大赛的一等奖, 那不得被人惦记上吗? 我今天坐在家里, 看电视, 心里就开始发慌。 我算着你今天该回家的, 就赶紧出门到车站来等你了。 要说的话, 我只能用母女怜心来解释。 我妈对我的爱, 对我的牵挂, 让她产生了一种直觉,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继父担心我妈眼睛不好, 怕她晚上再出事, 跟着她一起来了车站。 当时, 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 都没打通。 更是觉得出事了, 就开始在车站附近找, 还又叫了几个人。 这正好撞见了我要被人掳走的一幕。 第二天, 我们上新闻了。 新闻标题是, 母爱伟大, 母亲平直觉深夜到车站救女, 帮警方破获本省最大拐卖集团。 新闻没有说, 还有奖金二十万。 我亲爸, 入狱了。 为这个, 我亲妈带着我亲弟还到我们家来闹过一场。 但因为新闻报道, 我们的事情早就传开了, 街坊邻里早都传开了。 看见他们上门闹事, 当场就把他们打了出去。 隔壁的牛神, 对着我亲妈, 骂了半个小时, 不带重复还不带脏字, 给我亲妈骂的, 脸都白了。 后来, 因为继父调动工作, 我和妈妈都搬往了更大的城市, 彻底和这家人断绝了关系。 等到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 更成了我爸妈吹捧的对象。 我的弟弟这时候就比较惨了, 他已经上了小学, 经常被爸妈拿我做例子, 搞得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充满了斗志。 有次和他谈心我才知道, 我弟有个伟大的梦想, 超过他姐, 要比姐姐学习更好, 考更好的学校, 要比妈妈更坚强, 比爸爸更温柔, 我轻轻地捏了捏他的小肉脸, 那你一定要, 好好努力呀, 但对于我爸妈, 还有一件事他们十分地担心。 我的对象问题 二十六岁, 我研究生毕业又考上博士生的时候, 我还没谈过恋爱。 对此, 我自己毫不在意, 我心中一直怀揣着梦想, 想要学到更多的知识, 想要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我已经联系好了一所偏远乡村的自建学校, 准备在我博士生一毕业, 就过去做校长。 但我爸妈急疯了, 他们集合了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 甚至是我爸的病患, 开始给我安排相亲。 只不过, 能躲我都躲了。 对恋爱没有丝毫的兴趣, 用网上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可陈辈辈结婚的时候, 我去参加婚礼, 却在她的婚礼上遇到了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红着脸走过来, 身上的白衬衫有我喜欢的柠檬味道。 男男姐, 我叫陈凯, 今年刚退役, 身高186, 体重70kg, 如今在刑警队。 陈辈辈是我表姐, 我经常听她提起你, 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 就快把自己的祖宗18代都给说出来了。 到最后, 她抬起头, 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眼中满是少年郎的认真和清澈。 我想追你, 都说猎女怕缠汗。 我算是体会到了。 从我博一, 一直到我博三, 她一直都没放弃。 在我去当校长的那几年, 她直接接了个谁都不愿意跟的案子, 跟我去了乡下。 到我三十岁的时候, 我送走了第一批从我的学校考入外地大学的孩子, 这里面就有几个女孩子家里不让她们上学, 是我资助的。 我看着她们那一张张兴奋而充满希望的小脸时, 心里像是落下了一块石头。 转过头, 我看到一路陪我走来的陈凯, 轻轻笑了笑, 陈凯, 要不我们谈恋爱吧。 所以三十一岁这一年, 我结婚了。 三十二岁的时候, 因为我这几年在那边学校做的贡献, 以及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女孩们 在网上的宣传, 这所学校出名了。 学校在被社会大量关注之后, 被政府接管, 重新改造, 又有先进的师资力量涌入。 用当地人的话说, 我们这个地方活了。 在学校重新组建的时候, 我没有继续留下来。 因为父母年迈, 陈凯的工作也需要调回去。 虽然心系天下苦难人, 却也不能负了身边的人。 妈妈寒心如苦把我带大, 我需要回报她。 陈凯守了我数年, 我需要尽到妻子的责任。 有高校找我去做讲师的时候, 我就回到了这池。 在三十三岁的时候, 我怀孕了。 检查结果是一对双胞胎。 我妈一听是双胞胎, 眉头就皱了起来。 双胞胎, 那辛苦呢, 但我身体一向好, 这些年也坚持锻炼。 肚子里的那两个好像也很乖, 怀孕的时候倒没受什么苦。 十个月后, 我生了两个胖胖的大闺女, 家里人高兴得不行。 小棉袄, 还是双层的陈凯一手抱着一个, 笑得像是初见他时的少年模样。 正在我们这边欢欢喜喜迎接小生命的时候, 却听到隔壁的病床吵了起来。 好吃好喝的, 伺候了你十个月, 没想到给我生出来一个丫头骗子, 恶狠狠的声音, 带着怒气, 是个中年女人。 我们家可不养这种吃白食的, 我看直接扔了, 或者找人送了吧。 这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回过头, 就见隔壁病床上躺着满脸苍白的女人, 明显刚生产完元气, 还没恢复。 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 手里抱着个墙宝。 只是他抱那娃娃的动作明显是带着怨气的, 勒得那娃一直在哭。 而那个年轻男人应该是这孕妇的老公。 此刻也搭了着脸, 看着自己媳妇的眼神, 就像一个怨妇。 女孩怎么了? 女孩有什么不好的? 都什么年代了, 还想着养儿防老。 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 我妈嗷呜一嗓子, 就把隔壁的争吵声给震住了。 我看到那原本白着脸, 低着头的孕妇, 突然抬起头, 眼睛都亮了。 就是, 我爸也跟着说了句, 只不过明显不太习惯和人吵架, 只是跟着我妈硬胡了一句。 我老公就厉害了, 他站起来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来警官证。 我是警察, 你们刚刚说要杀人, 那家人的脸, 一下子就白了。 但我和我妈都是过来人, 知道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根本不能让这家人转变思想。 看你家生了俩死丫头, 也不知道晦气。 一个丫头骗子还当城堡, 我们就不想要女孩, 你们叫得这么厉害, 有本事你要啊。 那男人气愤地念叨了一句, 行啊, 只要你们舍得, 领养手续走一波, 我看向病床上的孕妇, 但。 这还得问问孩子妈妈的意见, 那孕妇愣了半天, 最后咬着牙, 摇着头, 看向面前的婆婆和老公, 离婚。 等我出了月子, 我们就离婚。 孩子, 我自己养, 看到这里, 我和我妈都冲着床上的孕妇, 竖起了大拇指, 做得好。 这个世界某些方面, 对女生总是有几分不够友好, 所以我们女生更应该自强自立, 做到人间清醒, 对自己负责, 对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负责。 而有时候, 一点善心, 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一生, 可以拯救另一个人。 有时候, 福祸相依, 无人知晓结局, 是在人为, 但行好事, 莫问前途。 有请...